12号一早死者家属难掩悲痛情绪 来到板桥殡仪馆 等待检察官和法医解剖相验遗体 因为18号上午新北市泰山 发生一起情杀命案 面对媒体询问低着头不发一语 徐信献兵指控女友疑似劈腿 才会忍不住痛下杀手 不过死者姐姐也出面驳斥 更控诉对方根本是蓄意谋杀 回到案发前一天 徐信献兵首提换洗衣物 准备前往女友住家 没想到这一去却闹出人命 原来女方在16号就已经提出分手 但徐信献兵不死心 直接闯进对方家求复合 双方吵了一整晚 到了隔天早上 她竟动手杀害女友 事后还顾步一阵 使用死者手机回复讯息 借此拖延时间 直到10点37分 姐姐察觉异状冲进房内 才发现嫌犯早已将妹妹闷死 据了解徐信献兵和死者 两人从高中就认识 因为男方控制欲太强 死者才会受不了提议分手 姐姐也强调妹妹根本没有劈腿 而嫌犯将人掐死后 还刻意使用她的手机 私讯其他异性朋友想借机试探 办事将近一小时 却变称只是失手 种种冷险行径 也让被害家属实在难以接受 三十五网络学来新北采访报导